香港代表隊在杭州亞運會的成績非常良麗 雖然比賽還未完全完結 但是現在的成績已經令到我們香港人覺得非常驕傲 而且很滿意 香港有運動員晉身世界運動殿堂 今次香港隊在亞運有機會打破對上一屆 即是2018年亞運的紀錄 當年在印尼的亞運會 香港隊已經拿到8金、18銀、20銅 一共是46名的獎牌 金牌數目是超越了對上一屆的人村亞運 總獎牌的數目更加破了歷屆的紀錄 這一點是重要的 因為足以證明我們過往的成績不是彈花一現 不是一時的光輝 斬下就不見了 這顯示到實力是有延續性的 還有一句說話都說得很好 行運醫生看病美 特首李家超真是很幸運的 食證這條修成期的水 剛剛在杭州回來 昨天特首開行政會議之前 立刻就如數加真 列出特區政府近年來 在體育運動投放的資源 包括在這個年度 體育方面的預算開支 差不多有近74億 比起五年前增加了四成二那麼多 據了解 負責體育政策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已經開始考慮 為運動員舉行高規格的歡迎和慶祝儀式 還好像準備融入夜繽紛的項目當中 最好不要這樣教運動員 運動員是需要早睡早起的 特區政府是希望與民同樂之餘 藉著這些活動可以振奮人心 重振香港人的信心 今天香港體育運動可以突飛猛進 除了政府資源投放之外 其實都有很多其他因素 比如說社會的氛圍 大家對運動員的支持 和重視的程度都是很重要的 對運動員的支持 如果在政策上來說 其實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政府大力去支持體育運動發展 其實真的是責無旁貸 理所當然的 應該這樣做的 雖然前特首梁振英 曾經為了維護選舉制度的均衡參與性 爆出了一句 選舉是不可以向任何一方傾斜的 我們不會向有經濟貢獻的金融界傾斜 亦都不會傾向沒有任何經濟貢獻的宗教界 體育界的 但是任何人都知道事實當然不是這樣 根據統計處的數據 以市價來計算 不要講今年 講幾年前 2019年 體育和相關的活動已經是高達590億 是佔了本地生產總值的2.1% 產生的就業人數是高達8萬3千人 佔了總就業人數的2.2% 足足可以看到體育可以帶動到的經濟效益有多大 而更加重要的是通過香港代表隊參與國際賽事 拿到好的成績 是能夠凝聚大家對香港的歸屬感和自豪感的 這件事更加是無價的 由現在香港市民對香港代表隊表現的最弱程度 已經可以感受到這一股的力量是多厲害的 在過去幾天 大家主力聚焦在劍擊和游泳項目方面 今天想跟大家講講另外一個比賽項目 究竟是甚麼呢 看完發在生廣告之後繼續 快點打電話給黃創安先生 55668 299 55668 299 去做一次免費頭皮檢測 和免費療程體驗 還會送你一支旅行裝 發在生殺菌止釀洗法腦 非常好用的 快點打電話 55668 299 洗頭的時候甩很多頭髮怎麼損 頭髮問題和AI chat 不如和黃生 chat 只要疏通阻塞的毛囊 利用中藥補充頭髮營養 就可以達到防脫髮固法的功效 發在生止脫固法療程 有助頭髮健康生長 打電話和我chat 今天想說的是七人籃球賽 香港男子七人籃球 要打的這場仗 是一場衛免戰 上一屆已經贏過了 昨天早上 鮮�在四強 是樂鬥香港的縮敵 就是日本隊 又上演過去兩屆亞運決賽的翻版 日本在上半場 鮮�是達陣領先 不過港隊完場之前 就由蔡紀鮮是由蔡紀鮮達陣 加上韋肖鮮 加上韋肖鮮 富家佛球是得手 追平了7比7 是要加時的 最終丹馬克 保時的時候 達陣絕殺 以12比7是反勝進身決賽的 面對另外一場四強比賽的時候 就以36比7擊敗國家隊的韓國隊 最終是實現到亞運的兩連霸 除了男子籃球是厲害之外 女子的七人籃球 港隊也是非常爭氣 昨天雖然在四強的比賽當中不敵國家隊 但是轉戰銅牌戰就贏了泰國隊 最終港隊是以7比5拿到銅牌的 這個也是剃造了他們這個隊伍的歷史 賽後隊長高香惠華 這一面的銅牌是一個完美的復仇 為什麼這樣說 港隊要復仇呢 主要是因為他們上一屆 在八強的時候就輸了給泰國 所以上一屆就只是拿到第五 而這一次勝利對香港的代表隊來講的意義 是特別重大的 籃球是一個很有趣的運動 一個團體的運動 可以說是極富殖民色彩的 由殖民管治之下流下來的一種體育運動 籃球是起源於英國的 它的原名叫做拉格比足球 Rubby Football 簡稱叫做拉格比 Rubby 籃球運動發展到現在 那百多年歷史裏面 都是一種很激烈和很有獨特風格的運動 球員說真的會你撞我我撞你 體型小一點都未必可以參與到這一行的比賽 在過去那百年一百年 籃球運動在全世界都發展得很快 它起源於1823年英格蘭中部的一個陣 這個陣叫做Rubby Rubby陣 在這個陣裏面有一間歷史悠久學校 叫做Rubby School 當時在歐洲和英國其他地方 很風行的就是足球運動 Rubby School校內足球對抗賽當中 就有一位球員叫做William Webb Ellis 因為球性深切 用雙手抱著球 跑去別人的龍門 這種行為在足球規則比賽上當然是犯規 但是就因為Alice這個犯規的動作 引起了在場在看球界人士和觀眾 發生了一些靈感 足球比賽可以用手來打 這個會變成一項更好玩的足球運動 就由這個時期開始 Rubby School的學生開始用手去打足球 籃球運動就是這樣產生和慢慢改進的 在1845年籃球運動發展出自己第一套規則 在1863年英格蘭主要的幾個籃球會 就決定離開英格蘭足球協會 自己獨立了出來 1871年就正式成立了第一個籃球運動組織 就叫做英格蘭籃球聯合會 Brabby Football Union 當時英國在海上的勢力很大 很強盛 他們也曾經自稱過 因為殖民地多 說自己是一個永不樂日的國家 總會有一塊自己的國旗在自己的殖民地 在陽光之下升起 籃球運動就是隨著他們這種的城勢 這種海軍的城勢向外拓展 去到英國的屬地和殖民地 隨後就漸漸推廣去其他國家 成為了一種世界性的運動 目前在國際上最流行的 就是在英聯邦國家普遍開展的 英式籃球運動 英式籃球運動 他們有一個組織 一個統一的國際組織 世界籃球理事會 International Rugby Board 簡稱RRB 這個組織在1934年成立 是國際奧委會正式成形的 一個單項國際體育組織 現在世界上已經有百多個國家和地區 都有開展這項運動 實際上包括世界七人制籃球系列賽的 英式籃球運動 已經是全世界最補給的運動 國際上都普遍認為 英式籃球的運動人口 僅僅是屬於足球運動 傳統籃球其實不是每一隊七個人 是十五個人 而在1882年蘇格蘭地區 他們自己開始了七人籃球 而七人籃球近年來發展得很快 因為它人數比較少 所以比賽的節奏更加快 和平均得分也比較高 大家看起來當然覺得好看很多 刺激一些 因此普遍受到歡迎 現在還成為了世界運動會的正式競技項目 在2016年已經被列為巴西奧運的正式比賽項目 大家可能會留意到 在我們的香港隊當中 也有不少外國國籍的人士在裏面 不過香港人和華人 在當中的表現也是非常滑躍的 遙錦誠和李卡道這兩位華將 堅持了很多年 終於成就了亞運的兩年八 這位35歲的星級易峰 認為一切都是值得的 他們兩個都希望這一面金牌 可以鼓勵更多華將去投身籃球 李嘉道還說 連續兩屆亞運奪金 證明香港籃球是可以再上高峰的 我們還可以繼續贏的